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今天这个视频开始之前 我要很抱歉的说一句 因为这两天我遇到了一些热心的网友前来找我 但是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的一个人 所以很抱歉 所以大家不要再来吵我 也免得彼此都尴尬 大家好 九宫山已经连续三天阴雨了 今天好不容易放晴了 今天要出去走走 不能在家闷着了 现在中午快十二点了 但是我已不饿 因为一天就两盆饭 但是再把干粮背上 这是最好的干粮 风干牛肉 谁吃谁知道 给它带上 这样的话万一一会儿爬山累了 饿了低血糖的话 可以救急 再把我的神器带上 因为到铜骨包坐车要十块钱 有这个神器呢 你就可以免费了嘛 对吧 带上它 今天太阳很好 现在有202瓦的充电功率 其实还不止了 因为我冰箱还在用电 应该比这还要大 应该差不多 240瓦左右 这套装备也是 现在是差不多40瓦 都是20%左右 这样的一个转化率 而且还不最佳角度了 通过这个线充 还可以给这个电瓶充电 已经两得 好给力 我车上有400瓦的太阳能 并不多 所以有200瓦的这个充电 200多瓦已经很满意 很多网友想看看东哥 东哥现在搭好凉棚了 他也很舒适 刚溜他回来 今天还把一根绳子给弄转 这里是看日落的地方 不过今天我还是去铜骨包 也就是这边比较高的 一个高处吧 你看山下有这个阵 但是气温完全不一样 这山上是很凉爽的 舒服 还是晴天好 不抽电 心情也好 其实去年我去过铜骨包了 但是去年因为体力方面的原因 因为全部逛完很累 所以只逛了铜骨包的一半 今年去把另外一半逛一逛 就是它远处还有一个很高的亭子 但今年没有带无人机了 无所谓了 无人机就是一个玩具 玩了一段时间你就脱敏了 就没有兴趣 当然了 有时候你遇到好看的地方 还是想拍一拍 当年这个铜骨包还历过战功的 大家可以去摆路一下就知道 铜骨包大概骑就在那个位置 就是我手指的那个位置 所以在它一个高处 车要开上去要开一段时间 开个十几分钟这个样子 差不多吧 这里是九宫山的云中湖 那个大巴到铜骨包的大巴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 就是湖边上 这有大巴 它是差不多能满的 它就发车这个样子 十块钱一味吧 我记得是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了 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护 尤其是公共交通这一块 现在就顺利上车了 拿这个神器就可以免费上车 但是你得有 嘚瑟一下 然后安全带一定要系好 安全带绝对不是装叉的 它确实保持你安全 不要忽略了安全带 尤其是山路 要呼吁一下 好 到铜骨包了 从这看 大家可以看到高度 那是星空酒店 然后再往下是云中湖 这里有一个停车场 以前这个地方也停房车的 那边也有卫生间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至好不要停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风车 它转起来的时候是很吵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录音基地 录音基地可以搭帐篷 但是像收费的 不是让你白搭的 缺点就是有虫子 这点有虫子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经历过 重游故地 这个地方去年我在这里航拍过 记得上面还有蹄字 这叫 有个蹄字 远处那个亭子 去年我没去 今年我怎么爬到那去 去年是到了这边 到了这边 到这个波音亭这边 然后还往这边下去 下去有很深的一个山谷 可以走 很费体力的 所以去年就走到这一边 没有走这边 今年就走这一边 你看风高必自卑 山峰 你看到高的山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意思 这个意思 好 去那边看看 看见没有 这里的 觉得非常舒服 空气好极了 然后阵阵凉风 去年就从这儿爬下去 底下还挺险的 石头都挺险的 有的风光还真不烂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 如果说你到九宫山这边来 一定要这边来转一转 看这边看山下面 就这个样子的感觉 真是那种 为什么人看见这种 视野开阔的地方 就会心情好呢 这叫做心理投射 你会把美景投射在你的心理上 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心 也会跟美景一样美好 爽 好地方 走到这里 看见两个帐篷 还有人在这里露营吗 这里的温度和很低 晚上一定要保暖 注意保暖 看见木井花了 这里是牙 咸牙边上 去年我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你看见没有 这一行字 五个字 登高必自卑 就是说你要是 攀山峰的话 登山峰的话 肯定会觉得自卑 其实这句话 怎么理解 看怎么理解 应该讲是 你觉得山峰很高 你在登山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人类的渺小 可能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杯 这个杯子应该这么理解 还有一段路 到那边 到了亭子了 从这里可以俯瞰云中湖 那个位置 所有的宾馆饭店基本上集中在那一块 我的车在那个地方 最西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滑雪场 别忘了 九宫山还有滑雪场 那边是星空酒店 从这里可以俯瞰成了九宫山 这边有一条路 这条路我估计应该是 是不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走到九宫山 云中湖那边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条路 是可以往上爬的 但是得封闭了 不让往上爬了 下面 肯定不能这么走 这么走下去比较辛苦了 我们看一看 现在我的位置就是 这个吴老峰 对面就是铜骨包 我就怀疑它之所以叫铜骨包 肯定因为它的外形 像一个铜骨 等于说这个亭子 波云亭和铜骨包是遥望的 它这些所谓的这些山雾 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形成的 你看它正好是一个斜面 水气上升以后 受冷就变成雾气 难怪这边叫波云亭 因为好像真的是有个神仙在这里 可以拨云弄雾 好 原路返回 铜骨包一游吧 那边就不去了 那边去年去过了 不错 开拓 开口心胸 呼吸新鲜空气 很值得一来 好像那边帐篷那边有人了 好 各位朋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